南米北面 在习惯了面食的陕西观中 吃菜历来是一件相对奢侈的事情 不管是乡村百姓家的主妇 还是国家级大厨 做菜对他们来说 都有着与生俱来的神圣感 翻越秦岭 穿过云雾 在大山深处有一个宛如世外桃源的村庄 野竹品 这个曾经外人罕至的小村庄 现在一到周末就热闹起来 饰演游客的不止青山秀水 还有村中民宿里一对母子的精湛手艺 年近七旬的李贵勤 一手地道的关中农家菜 俘获来往时刻们的心 是民宿里的镇店之宝 洋育慈八是他的拿手菜之一 为村里打理这幢民宿的 是儿子曾经良 做洋育慈八 曾经良只选秦岭向阳山坡上种的洋育 秦岭周夜温差大 日照时间长 洋育淀粉含量比别处更高 也只有这些长不大的小土豆 才能砸出最甜的洋育子吧 山里地少 以往得靠天吃饭 容易生长又耐储存的洋育 成为山里人生存的主要依靠 但勤劳的山里人用他们独有的智慧 将简单食材变换形态 烹制成别出新材的农家美味 洋育慈八 虽除古兴之年 但李贵琴老人身板依然硬朗 沉重的木锤 在他手里显得格外轻巧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 实则一举一落都有讲究 每一落锤都要反复碾压 一把洋育泥中的细小颗粒碾匀 直上直下 垂垂渐响 催亮的敲击声 要在山谷中回响数百声 经过反复垂打 洋育中的淀粉链重新排列 结成更紧密的链接 洋育慈八表面 开始有了光泽 经历了木锤一个多小时的锤炼 细小的洋育颗粒水分适当蒸发 洋育泥逐渐变得细腻柔滑 内部结构更加紧凑 粘性明显增强 软糯弹牙的口感慢慢形成 洋育慈八成形 还缺一道关键助力 油泼辣子 如所有挑剔的西安人一样 曾金梁钟爱浓香浅辣 而能满足这一需求的 就是关中产的芹椒 芹椒体型鲜长 肉厚油大 挂红晒干后的芹椒 在去除水分后 表皮依然油亮 焦香浓郁 你看这个就是最油泼辣的辣椒 很香很辣 又非常喝 晒干后的辣椒 需入锅翻炒 火后的大小和翻炒的速度 决定了最终的口感 等到表皮泛起油光时 再放入老碾子中细细研磨 如今不少人改成了电动研磨 但高速摩擦时产生的温度 会让辣椒流失一部分香味 虽然用老器具研磨 费时费地 但是却可以最大限度地 保留芹椒的香味 不过来自来的呀 像不像 像 想吃不 像 是呀 把户头还好 然后这个 这边上这次把扫子也倒 好饱了 所有的千千都喜欢带到我家吃我婆婆做的饭 很遗憾的是 我始终没有学到我婆婆做的那个味道 当初曾金梁放弃打拼多年的生意 回归山林 父母妻子都反对 四年过去了 曾经的深度贫困村有了旅游产业 曾金梁也能够陪伴父母终老 大家似乎理解了他当初的执扭 正如这个不善言辞 却心有所定的关中汉子 大山地的食材 没有华美的外表和复杂的包装 但是当浓浓的亲情注入其中 看似普通的洋芋和辣椒 也能在层层严谨的工序中 变成最精致的饮饰美味 牛佛辣椒配羊鱼吃吧 吃妈妈的味道 闪菜由民间菜 市寺菜 官府菜多种分支 其中民间菜式并不多 观中以面食为主 不到逢年过节家人团圆少有做菜 但是每一道菜都凝聚着心血 倾注了情感 洋芋瓷吧要垂打一个多小时 八宝田饭或成西斧酿米 一道菜要准备七八种食材 牛羊肉要经过十数种香料处理 它们生长于山间田野 闻香于市井街巷 绽放着独特的魅力 那种感觉就像是一道一约会一样的 感觉太好了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 磨刀 是郭国强每天的必修课 刀要磨十五到二十个来回 一边磨刀 一边滴水降温 判断刀是否磨好 郭国强只需看两眼 第一眼看刀糖与刀刃是否薄厚均匀 第二眼看刀刃是否笔直 厨房亦是战场 郭国强则是一名即将带宝刀出征的战士 温拌腰丝 刀工细致烹调烤丘 是陕西的十大经典名菜之一 也是郭国强的拿手好菜 猪腰质地柔软生脆容易断裂 别处吃猪腰大多切成腰花腰片 少有切丝 陕菜大厨的刀工却能切出纤细均匀的腰丝 文武刀寒光闪过 一颗完整的腰子一分为二 片猪腰用的推刀法 乳刀轻柔稳健 除刀干脆利落 行云流水间白沙猪腰已经变成了厚薄均匀的半透明腰片 切丝用的则是蹲刀法 这是关中大厨的独门绝技 郭国强下刀果断 菜刀微微提起 前滴后高 干脆利落 腰丝硬生而断 腰丝根根粗细均匀 不留刀痕 只有这种空间加速带来的力量 才能让猪腰来不及变形 就被切落 四十二秒 郭国强擦刀收工 切好之后加入高汤料酒 高汤中的脂肪可以锁住腰丝中的水分 料酒可以使腰丝快速散开增加鲜度 汤烫时间需精准把控 郭国强将汤烫时间空置在十至十五秒之间 腰丝变白而不发卷即可出锅 温拌腰丝的配菜也很丰富 粉丝的筋道搭配腰丝的香软 还有核桃仁的爽脆和甜豆的清香 每一会儿 这个菜一定有种 它是这样子来能把那个味道都吃进去 搅拌均匀 静等食材的香味充分融合 色香味一样样具备 郭国强还要赋予他更多世界上的美好 操得起文武大刀 雕得了精致装饰 这是属于厨师的潇洒 郭国强喜欢厨房里的交相乐 满足于刀不留痕的快意风流 享受精雕细琢的宁静专注 当他把这一切注入其中 食物便精致而鲜活起来 腰丝和盘内装饰全部完成后 看似简单实则精细的温拌腰丝 才算真正做好 腰丝入口脆嫩 搭配香醋蒜末 伴随着腰丝的嫩滑 鱼味营绕舌尖 久久不能散去 腰丝好嫩 挺多层次感 冰板腰丝每一口都是不一样的享受 陕菜分陕南陕北和关中三种不尽相同的风味 其中精致细腻的巅峰 非关中风味的官府菜莫属 十三朝首善之躯的精细餐厨文化 大多集中在官府菜中 它的谱系里菜式糕点多达数百道 大厨们传承有序的高超厨艺 把西北有限的食材烹制出了无限的美味 其中一道前舟鸡面便花了三十年 才炮制出满意的口感 行政主厨刘君不够言笑 一派肃然之气 他的师傅郑新民是陕西官府菜传统工艺的 第三代非遗传承人 虽已退休多年 但每逢店里有重要宴席 做师傅的都会忍不住去厨房帮徒弟一把 刘君 好 球场就往我们干这样喝 反应有什么气数呢 先以后走走 刘君十六岁开始跟随师傅学处 尽管如今已过不惑之年 依然对师傅恭敬乖甚 两人是师徒 也如父子 下午是八个菜 菜单中的一道前舟鸡面 激起了郑新民下厨的兴趣 这道菜看似简单 却内有乾坤 秦人擅至羹 宁可食无肉 不可食无汤 前舟鸡面里的汤 看似清淡如水 却需耗费十来个小时 才能完成 先用老母鸡 老鸭 猪肘子 排骨等富含蛋白质的原料 切成大块 大火熬煮七至八个小时 经过漫长的熬煮之后 食材充分分解 胶原蛋白均匀散布在汤里 这锅汤浓香扑鼻 可这还远远达不到清汤的要求 这时要把灼汤放凉 将鸡肉剁成肉绒 把肉绒放进汤里适当搅拌 再用中火熬煮 直到绒状的鸡脯肉飘浮起来 变成网状 再用小火慢熬 蛋白质奇妙的吸附作用 会让汤中的杂质 最大限度的被鸡绒结成的网吸附住 最后把漂浮于汤面的鸡绒网捞出来 清汤才算完成 汤色清如水 汤味却浓如酱 喝汤时嘴唇会产生显著的粘连感 清汤熬制完成后 就要放进鸡面了 鸡面不是面条 而是面条形状的鸡脯肉 用刀背将鸡胸脯肉反复敲打 均匀的力道之下 肉中纤维被敲断 鸡肉绒变得细嫩溶滑 再用蛋清高速搅拌 肉绒与蛋清高度融合 鲜味成倍提升 然后将鸡肉泥 放入可经高温烹煮的保鲜袋中 用保鲜袋制作前周鸡面 是郑新民首创 这个灵感的出现 他期待了三十年 实际上在凯茨 雅克尔明像刀放到这里面 这个鸡脯肉出来都是彩鸡 不靠成形 2002年有时候才像出这个办法 最后做的成形 舍责用销量 只干用耗 有了奈高温蒸煮的保鲜袋 就不用再像当年一样 加大量淀粉定型 将包起来的鸡蓉 擀成薄薄一层之后 下清汤煮一两分钟 捞出来 已经成形 因为鸡蓉被保鲜袋锁住了水分 肉质嫩滑细腻 把它切成面条 倒入清汤 这道凝聚陕菜精华的前周鸡面 就大功告成 答应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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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м 株莲碧盒 金钱发菜 银丝包 宫廷豌豆黄 水晶鱼块 都是陕西官府菜的代表作 重头戏 当然是美人一中的 前周鸡面 卵黄润 这个汤非常清 但是味道非常浓 精美的食物 自有挑剔的食客品鉴 食客们享受的 不仅仅是食物 其中蕴含的文化 更不让他们沉迷 经常遇到古特的食物 自然的你的分类 已经知道变化是什么样子 带头紧 我的胆要左 而筋要舍 把你做学刀紧 传承下去 再次几重上 郑新民若冠之年 被山菜的魅力吸引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今天 闪菜依然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 山西华夫菜是非拱非死 老八年不愿意经营 除此也不愿意做 我现在结冠25岁 就是用数把数据 给他们做一些菜 已经有把山菜 判成加持 让全国人 让世界人 知道山菜 不必奢靡铺张 不需真修美状 每一道寻常的食物 都以最大的诚意 精心打磨 吃出生活的高贵与尊严 也许 这才是食不厌精 快不厌细的本来意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